5号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公报 就涉江 涉藏 香港和南海等问题表示关切 并声称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七国集团外长会对中国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 是公然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 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涉江 涉藏 涉岗问题 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 拥有充分的事实和法理依据 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活动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黄文斌表示 七国集团作为发达国家集团 应当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夺做实事 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中制造矛盾和分歧 干扰全球复苏进程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正是自身存在的问题 纠正在抗议问题上 自私自利的行为 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错误行径 无视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制造各种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 抹黑中国形象的企图 绝不会得逞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时表示 当任何国家挑战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时 美国将捍卫秩序 对此万文斌回应说 如果所谓的规则 只是美国一家 或者是美国和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 那就不能叫做国际规则 只会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 总太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总太阳市民的反对